第一次規則有兩分之二 這已經 沒有了 今天 新北市議長蒋根黃 一個突然震怒 拿起手機丟出去 還爆粗口 接著衝下台 做事要追打 被攔下來 西裝外套都扯掉了 已經有我們情效果了 我們情效果了 好的 眾人安撫勸說了好一陣子 蒋根黃回到主席台 還不斷飆罵髒話 而他生氣的原因 就是因為國民黨籍議員陳明毅 稍找這一範圍 如果截止日期這麼重要 你抽了籤就不能夠換 那要不要講清楚 抽完籤可不可以 被調或退讓 看你們的意見 看你們的意見 看哪有意見 新北市議會進行預備會議 陳明毅認為審查會抽籤後 還能私下協議交換不公平 議長蒋根黃回答 這是議員心甘情願的安排 無法說服陳明毅 讓他在抽籤時拿走了籤筒 這個舉動讓議長暴怒 丟手機 那我剛才在來的路上塞車 我們也彼此通過電話 彼此都會跟對方質疑跟打氣 結果你就知道 我們並不是人跟人的問題 陳明毅表示 事後雙方通過電話質疑 他點出的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希望能改變 卻沒想到因此引起 同黨兼議長跟議員上演火爆場景 三星期晚綜合報導